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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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假期間卻忙到停不下來 工作人員電話接不完 民眾到現場想捐款 還得排隊 等一會兒 我們來一下資料給你寫 要有人來寫你 那你幫我寫一下名字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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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裡的學生 特別感念這些義大利神父 當然啦 我們神父太照顧我們了 幫助重災區義大利對抗疫情 短短三天有將近兩千名台灣人捐錢 總金額超過五百萬元 用實際行動回報義大利級神父 長期對台灣的恩情 而台灣這頭十四天九片口罩即將上路 指名制二點零 也將在四月中後更精進 按下續訂按鈕 在機台下方插入健保卡 插卡的指示燈亮起之後 按下同意按鈕 一瞬間就成功了 唐鳳親自實測 零口罩兼續訂下一輪的功能 網友已經喊到口罩四點零 台灣可以發起捐口罩運動 我OK買給你 期盼網購能新增捐贈選項 唐鳳回應收到建議 引發熱烈迴響 不少人留言支持加一 網友建議原本APP的預約付款流程不變 只需新增捐贈選項 最好還能選哪國受惠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對啊因為口罩 所以不是真的大家都同樣的需要 對於台灣外交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機會 如果我們有能力的話 可以去幫助他人 那何樂而不為呢 從捐款幫助義大利到呼籲口罩捐獻 台灣人伸出溫暖的手 積極展現 台灣是幫助 三更新的新聞黃國瑞 方部風晨安心投入到